来自美国 丹麦 爱尔兰等国的六位得主 齐聚一堂 在磅礴跃升中为第六届堂奖颁奖典礼揭开序幕 我们期望透过他们的智慧跟力量 在现在非常动荡的21世纪 能够发挥去影响去带动这个世界 往更永续而且和平的方向去迈进 不分种族 性别和国籍 临选出全球在永续发展 生技医药 汉学及法治等四大领域的杰出人士 我们的评写委员会是世界级的评写委员会 经过这个严格的评写跟竞争 然后去挑选出我们的得奖者 像过去生技医药五届里面就有三届 分别在多年以后拿到诺贝尔奖 成立12周年已累计39位唐奖得主 以鼓励科技研发及文化传承 表扬对世界具有创新贡献及影响力的成就者 TVB新闻综合报导